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2号 星期三 我说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不断的见证历史 今天早上9点15分 墨尔本竟然地震了 就是我所在的墨尔本 在澳大利亚整个大陆它就不在这个地震带上 大家看一看地震带那条线 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那个海上就跨过去了 这边是地震带 新西兰那边 澳大利亚这边就不是地震带 澳大利亚历史上也很少有过地震 但这次不仅有了 并且是六级 我整个这个房子啊 我正在厨房 整个这个房子就晃 晃了十多秒 将近20秒差不多 楼上动静也大 楼下的这个所有这些灌瓢盆了 或者什么就是我的这些摆石什么的 就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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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还都没掉下来 我的那些小宝贝们的妈的还都安然无恙 挣完了以后都在原来的位置上 啊 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的见证更多的历史 好 我们说今天下午的话题 说什么呢 说这个刚刚发生的 在联合国大会上 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的 这样的一场隔空的 喊话 那么综合一下法广 还有自由亚洲等几个媒体的 这个报道和分析 我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 联合国大会第76期会议 一般性的辩论 就是昨天在纽约开幕 那么多国首脑的在会议上 发表了演说 其中呢 拜登和习近平的发言 那当然是这次大会的重中之重了 但是这个对话很微妙 这对话很微妙 尤其是习近平的视频讲话 习近平没去用 尤其是习近平的视频讲话 我感觉是含蓄的 是隐喻的 太极拳一样 而拜登与习近平的讲话相比 我倒嗅出了咄咄逼人的一些味道 那么拜登的讲话里呢 他是在现场哦 人家是主场 讲话里中心的意思的喊话 跟全世界喊话说 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到了国际的论坛 尤其是回到了联合国 这老头还是资深的外交家 这一个大帽子一盖上 就把美国的地位呢 就显出来了 就像今天上半年 他开的那个 召集那个全球气候峰会一样 我说老大 我这么疫情如此深重的世界里 你看我说招了一个会 我就能招了成 你看都得来 都得参加了 即使这个中美国也这么紧张 你习近平在开会的 最后一个时刻 你不也是答应了 视频参加这次会 所以就把美国的 这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给突出和彰显出来 一改特朗普那个时候 这个美国优先 然后就是退群 第二连三的退群 老子什么都不跟你们玩 老子就想回家自己 过自己的日子 拜登说了 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了 要参与国际事务了 并且尤其是回到了联合国 这不是最近这一年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几次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共同发声吗 要这个尊重联合国吗 要让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这个主要作用吗 等等等等 以此跟美国的 这个号令世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态度 向抗衡吗 那么他这个拜登上来就说 我们尤其回到了联合国 那么就是他把这个主动权 又给抓回去了 你不是要让联合国发布作用 好我回来了 然后呢 我是世界老大 地位没变 你看我开讲了 那么呢 我们主要是聊一聊这个 中美两国首脑 跟对方喊话的一些内容 主要谈这些方面的内容 也牵扯一些其他 那么拜登就表示 在讲话里 他明确的表示 他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这也是回应 我们说的联合秘书上 那个担忧啊 怕中美两国这个 这个吵起来 然后呢 中美两国进入到新冷战的状态 拜登说了 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我们不需要一场 把世界分裂成将死的 几大阵营的新冷战 但是 拜登说了 美国将不会放松与中国竞争 甚至是激烈的竞争 很干脆 态度很明确 接着就强调什么呢 并且明确的告知全世界 美国的近期的战略意图 什么 他明确的告诉大家 美军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 将把战略重心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不折不言 非常明确 在联合国讲台上告诉全世界 当然也是告诉中国 他说他将开辟外交纪元承诺美国 只在最后的时刻 才会动用武力 就是没程度不使用武力 有点像中国对台湾海话一样 和平味道完全绝望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轻言武力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没说我不动武 拜登接下来一段话 不仅是向中国表明 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竞争 这场激烈的竞争 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价值观之战 并且明确表示 美国将为此赢得这场 为了赢得这场竞争 美国将寻求最大范围的结盟 他说是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武力 我们将保卫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朋友 我们反对那些试图 势强凌弱的国家 那么联想到美英 澳大利亚三方 刚刚搞的这个All cost 那么包括美国此前 国务卿布林肯 包括拜登最近的 跟澳大利亚总理和澳大利亚的外长 或者国防部长 二加二这个会议上 明确的东西 就是明确是中国对澳大利亚 搞经济解脱 那么在这个拜登看来 中国搞的所有的经济胁迫的对象 那是美国的盟友 是美国的朋友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价值观 包括我们的武力去保护 保卫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然后呢 反对拿经济做胁迫的所有的 他说的 试图势强凌弱的国家 那指的是谁呢 当然是中国 他表示 他说虽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了 但仍然坚持既有的民主政府的立场 我们仍然在捍卫和更新民主体制 我们要证明的是 无论存在多少挑战 无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多复杂 民智民想的政府 仍然是最有益于人民的政府体制 还是弘扬他的价值观 还是保卫他的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政体 接下来拜登就不客气了 他就点名的批评了中国 拜登从所有的尊严的人群的 与人权的这些所谓的原则出发 明确谴责了中国的新疆发生的 所谓的什么伊斯兰 什么少数族裔 什么这样的世界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必须大声几乎 并谴责针对少数种族 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行为 无论它发生在何时 无论是发生在新疆 北埃塞俄比亚还是世界上任何地方 这就是点了中国的名 尽管他没点中国 他说了新疆 这就等于点了中国的名 这是拜登讲话中 针对中国的我们听出的这些个表白 或者是弦外之音 拜登讲话以后呢 习总视频的这个方式 做了发言 但是习总的发言自始至终 从头至尾 没有点名批评美国 但是话里话外 多处与了影射 通过这以暗喻的方式 指向美国 习近平说 说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大家都抓 都抓着这个东西 都抓着这样的价值 所谓的价值观和这概念 所谓普世的东西 习近平也要拿他说话 说要对话 而不是对抗 要包容 而不排他 那习近平说的要对话 不是对抗 包容 不排他 那么针对美军从阿富汗撤军 习近平 说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 再次证明 外部军事干涉 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一害无穷 我们要大力弘扬 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拼弃 小圈子 和零和博弈 这就是等于 暗地里 向美国喊话 向美国喊话 就你那东西不好使 拿到阿富汗 你这不又失败了吗 又失败了 我们应该多追求一些共同的人类价值 然后不要搞小圈子 不要拉那么多盟友跟我搞 不要搞那种零和的博弈 不要以零和的思维去做零和的博弈 值得注意的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习近平 针对这个全球的疫情 说了一番话 那么作为全球抗疫 作为成功的这样一个典范的国家 一个典范的大国 习近平本来是应该有资格 在这个问题上 大谈特谈 但是我觉得习总呢 说的比较 比较低调 话里话外呢 这个没有自夸 但是有了嘲讽 有了些许的嘲讽 他怎么说 他说各国应该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呼吁 呵护每个人的生命 价值 尊严 这就有点对着 那些疫情抗疫不利的国家说话的 那么其实在全世界人们的眼里头 哪个国家抗疫最不利呢 这个损失最重呢 无论是财产 尤其是这个 这个 人员 这个 美国了 美国现在是疫情 应该是最深重的这样的国家 多少 几千万人这个染病 四千万了 已经超过六十七万了 六十七万五千人了吧 我昨天晚上我看 昨天美国的这个 这个 新确诊病例还 十万多吧 死亡还两千 将近两千三百人 就天天一个911这样的一个数字 天天一个911这样的死亡数字 所以很多媒体 包括一些媒体人 不也都在最近纷纷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像是谴责美国一样 觉得美国人不把人当人吗 啊 就觉得美国对于这个 美国人的这个生命 一部分美国人的生命 价值和尊严的这种忽略 这种漠视 所以习总的这番话呢 应该说是对美国的 啊 一个批评 尽管他非常含蓄 尽管他非常含蓄 那习总还讲了其他新华社有的都发了通稿了啊 这个新华社现在一发布就全文来了吗 哈哈哈哈 全文来了 我从头至为我认认真真学习了 啊啊 包括 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呀 包括什么等等啊 习总讲的很好啊 很好 那么法新社呢啊 法新社就注意到了 嗯 他说这场这个联合国大会 这次联合国大会 包括拜登和习近平这个隔空的这场对话 啊 是在大西洋两岸出现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大西洋两岸出现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大西洋两岸欧洲和美国啊 欧洲就是以法国为首的 法国和欧盟 因为欧盟现在全力挺法国嘛 这个因为 因为美国在 这个法国后面捅了一刀 然后把人家生意抢走了 然后 这个把他法国排除在了这个 印太的这个战略的这个 应该说是核心的这个 这个成这个这个 这个成员体之外 人家现在想三个二十五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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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余的三个国家在一起玩 哈哈哈哈 啊 现在媒体说这是大大西洋两岸的危机 大西洋两岸出现的危机 嗯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再去考察一下习近平和拜登的这个 隔空的这个对话 这个讲话 嗯 那么呢 能看出于他们 各自代表的 比如说美国和中国的 面对大西洋两岸出现危机 他们各自的一个态度 一个态度 从中呢 也能 看出中美之间的一些个 比较真实的这种关系感 啊 拜登怎么说呢 拜登在这上没提到具体的大西洋两岸出现危机 这个情况 啊 尽量回避了 啊 尽管是马克龙的那种抗议着 法国外长在联合大会上也 也是在这振臂抗议 哈哈哈哈 欧盟 所有的国家都站在法国这一边 啊 在联合大会上吵 也吵得不一落糊 啊 但是拜登想话没 就没沾这个事 没沾这个事 但是他像也 感觉他也是通过这个讲台 通过自己的讲话 在向法国喊话 在喊话 也可能觉得自己自知理亏吧 是不是 拜登这讲话里多次提到了一些个概念 比如说多边主义 比如说他提到了什么所谓的这个盟友和朋友 然后呢 所谓的价值观 这些个东西 这在美国法国 最近这个危机出现之前的时候 这是他们关系的基础啊 啊 从来没否 双方没否认过双方是盟友啊 是啊 然后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嘛 啊 啊 然后说美国呢 尽管可能 跟英国高达拉搞了三方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我还是奉行多边主义 我跟特朗普不一样 啊 我回来了 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是要在包括在联合国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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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之内 体系之内 我们要奉行多边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法国你还是我们的盟友 啊 你还是我们的盟友 啊 嗯 这是 拜登讲话里 感觉 让我感觉到的似乎是在对马克龙喊话 跟法国喊话 那么回头再看看习总的这个讲话呢 嗯 我们在习总的讲话里头 也找不到 和这个美法这个关系危机所谓大西洋两岸出现的这场危机有关的词句和态度 习总根本就没提这事 一个字就没提 然后也没有 感觉不到他在对这个事情有个什么态度 没有 就好像实际上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就好像是All House这个三国的这个这个新关系 剑指不是剑指的目的目标不是中国一样 啊 当然更没有提法国和美国的矛盾 那么就 很显然啊 我的感觉就是习总就不想给人留下 说中国要利用这场危机的这样一个印象 事实上中国呢 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外交部也好什么也好 除了胡锡进的那个那个骂街以外 没有感觉到中国在利用这场危机 想跟法国和欧洲做点什么事情 然后共同对美国 没有 很多人觉得中国可能要这么做 或者说中国肯定要这么做 多好的机会啊 为什么不跟法国互动一下 跟欧盟利用这个事情做做文章 但是中国没有任何的 明面上没有任何的公开的这样的举动和言辞都没有 除了赵立坚谴责了这个所谓美英澳 说家居地方 地区紧张局势或什么这个之外 例行式的这种抨击和谴责之外 没有看到中国要利用这场危机 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是不想引起美国的不快 很显然 事实上也没这么做 习总的讲话里也没提 那就是不想引起美国的不快 不想给其他国家留下说中国要利用这场危机的这样一个印象 尤其习近平讲的这段话 他怎么说 他说国与国难免存在分歧和矛盾 但是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合作 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 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后排他 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扩大利益会合点 画出最大同情缘 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 我们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 不会称王称霸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只需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将继续与中国的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这段话我们听出了什么 这依旧是在对美国喊话 这依旧是对美国表态 就是我的发展和崛起 不影响你的老大的位置 我们多次说过 无意也不想取代美国 取而代之 我们会老十八交的当老二 我们还是这个意思 就还是这个意思 就还是在给老大顺气 在顺气 在拍后背 在拍后背 那也就说明什么 说明在当下的中美关系中 在当下此时的 拜登认为是激烈的竞争的中美关系 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事实上 还是处于比较被动的 这样一个位置 你从 这个习总讲话 透露出的这个姿态 就看得出来 就看得出来 那么 这次联合国大会 这个一般性辩论者 还值得说两句的什么呢 就是法国的态度 法国会长去了 法国会长 这个勒德里昂 然后这个 在这个联合国会场上 继续的揭露美国做法 说美国的做法在粗暴 破坏了盟邦互相之间的信任 前提还是盟邦 就还是盟友 那么呢 在会场上 欧盟各国 这个展现了高度的团结 一致支持法国 然后这个 拜登不是说要跟法国总统 马克龙要通话吗 通过话 马克龙没来 说咱俩通过话 然后法国方面就表示了 说本周可能要进行这场通话 就是拜登跟马克龙之间 但是法国这边呢 这个表示 如果有这场通话的话 将不会是和解 而是法国会要求 这个华盛顿来澄清 你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刚刚发生的新闻 中美 还有几句法国 我们的 透露出的这样的信息 和我们的理解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嗯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